我們在香港的教徒真的有很多的恩怜和福氣 我想大家明白這件事 知道這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認識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迫伯 燒教堂 有些儀教徒燒教堂 他們用這個方法來攻擊和擴展 另外這個世界變得很差 我之前一星期都講到世界會有的先兆 在這幾天我看到很多事情 例如很多海豚死了 他們都不明白為何會有這麼多死 鯨魚、魚、鳥仔、蝙蝠 甚至很多蟻蟲都死了 蜜蝠、蜜蜂、蜘蜜 這個世界一直變差 也有很多地方經濟很差 我去到很多不同的國家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經濟很困難 而且他們受訓練的機會很少 我希望大家在香港的基督徒 我們有這麼多的恩典 我有這麼多機會學習 我們真的給很多地方的人 他們所受的訓練 是多了很多很多倍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個心 我想給神用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傳導的人 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影響周圍的人 神就會起願 祝福我們 我們這次講到 侍奉者的生命和心態 在侍奉的人來說 最重要最重要是生命 我們和神關係 和我們本身的生命質素 和我們侍奉的心態 有些人以為 我教了很多人是對的 當然是好的 不過有時候 用一些方法 是不太好的 譬如搶羊 他沒有想到 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拆毀自己所做的 我希望大家 我行神的路 用神的方法 處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關係 然後 喜悅神 一個祝福人的心態 這樣去侍奉 一個很單純的心侍奉 神是喜悅 神就會大大祝福你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種心 真的 我們想給神用 你跟隔壁說 我們都可以給神用的 我們都可以 為主發出光輝的 在香港的基督徒 其實我們有很多資源 可以去祝福香港人 興起香港的基督徒 和祝福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人 當我們真心侍奉 即是與主同父一握 就是耶穌和我們一起侍奉 耶穌帶著我們 只要你說我願意 耶穌就說 我和你一起 你們當父愛握 學我的樣式 神就喜悅和賞賜 其實神是很容易討過喜悅 只要我們的心是正 向著神 是正的 做神吩咐的事 心裏面是喜悅神 和處理生命 我們的心裏面是潔淨的 有祝福人的時候 神就喜歡 和有永恆的賞賜 就算你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也有永恆的賞賜 是否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嘩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是神非常喜悅的 學主的樣式 我們示範就容易了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到三十節 我們一起讀 凡 凡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少你不得安息 我先停一停 你留意這兩個安息 我想大家去留意一下 為何這兩個安息有何不同 剛剛第一道說到 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少你不得安息 二十九節 我心裏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 我們騙 學我的樣式 者你們心裏就必得兩安息 因為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的擔恥是輕散的 這裏說到兩個安息 我給大家想一想 其實看經文而已 不是去猜 經文說 第一個安息和第二個安息 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想到的 你可以大聲說出來也可以 不用怕 攝錄機試不到你們 你看到就可以放膽說出來 大聲一點 平靜 第一個是平靜的 好 還有有人看到 這兩個安息 最重要的分別是什麼 平安 平安 好 不要緊 繼續試 全部都是對的 不過怎樣找到 這兩個經文最重要的分別 看經文 大聲說吧 一個是被安息 一個是你心裏自己說 好 這個近很多 一個是被安息 一個是心裏自己說 但你看一下 什麼因素 大家看到嗎 其實我們看聖經 多用心去看 留意他講什麼 在字眼裡 你會看到 我鼓勵 我欣賞你們去開聲說 去嘗試說 還有沒有人想說 這個就是我可以試你的安息 是 但你也要學我的 你學我的 你就會在心裏 經常享受這種平安的安息 OK 好了 這個是非常好 已經差不多 全都答對了 那麼 第一個安息 就是來到我這裡得到的安息 第二個就是學我的樣式 大家還看到什麼呢 是 還有耶穌有說話的 差不多了 你再看經文裡面 再說出來就可以了 大聲一點 就有誰 我也聽不到 你這樣說 你大聲 你看經文 經文說什麼 第一個 是 來的人的背景 然後來到耶穌的時候 是耶穌洗到那些人得到的 OK 這是第一種 那些人的情況 又來到耶穌 耶穌叫他們得到安息 那第二種呢 第二種呢 就是他們做了些事情 要學了耶穌 要學了耶穌呢 就是 顧他 學他的樣式 那些人心裡面 是心裡面得到的安息 第一個就不是心裡面得到的安息 第一個就不是心裡面得到的安息 第一個就是被耶穌讓他們安息 第二個就是從心裡得到的安息 第二個就是從心裡得到的安息 OK 他就從聖經裡拿出來 那麼我們 這兩種安息有什麼分別呢 他就是講聖經的 這就是我想你做的 就是在聖經裡找出答案 那你已經是 就是 你講到出來的 問題就是 你形容出來 就是說 即是分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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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大聲說 分別是什麼 分別是什麼 不要緊的 你再講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到你再講下去就可以了 身體 對 身體 先是活著 身體 有重膽的人來到神的面前 就可以有一個安息 對 第二個就是 你的心裡要謙卑 就可以學我的容釋 你的心裡便有一個安息 OK 你也是講的跟他差不多 但重點是什麼 就是第一和第二種有什麼分別呢 重點就是 第一和第二種有什麼分別呢 是否響字 其中一個是響字 其中還有最重要的分別 你剛才說了 不過你捉了個腦 你又告訴你那個腦是什麼 不過你又沒有脫葛 只是差一點點 你是說得對的 那個彈指是重的還是輕的 OK 這是一個看法 好嗎 第一就是講出 來到就會得到安息 但第二個安息就是 那個方法 你來到之後做些什麼 才會得到 不是說你來到就一定會得到 就要學他這樣做 這樣才會得到 但你不做 都是不會得到 OK 現在是又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更加好 非常好 第一個安息 其實是比較被動一點 就是耶穌靈的安息 第二個比較主動一點 你跟隨他就可以自己得到安息 是的 你說得出被動主動 那即是 第二種和第一種的分別是什麼 你給它說 即是什麼 即是肯什麼 要跟隨 是 OK 好 這個又是對的 OK 我現在把它總括出來 因為你有沒有想說 OK 好 第一種就是 我們有煩惱 有重膽 可以幫助被動的 第二種就是 聽話的基督徒 可以有更高層次的 欺安息 這個就是 最後的重點 那你怎麼聽話呢 聖經說了 就是你們付我的鞋 即是跟耶穌一起做 祂想我們做的事 跟祂一起付這個鞋 因為鞋就是牛耕田 他放在頸上的鞋 那我們就跟耶穌一起付這個鞋 即是我們跟祂一起侍奉 和學祂的生命 一個是侍奉 一個是生命 這樣 我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而第二次講的時候 是不同了 是深度了 即是在心裡面可以享受 那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 越聽話 越將生命獻上給主 越願意做神 吩咐所做的事 和耶穌的生命 有更高層次的安息 即是這就是 將兩種安息的比較 而是從經文 根據經文 不是作出來的 是從經文拿出來 即是說 越聽話的 就是越高層次的安息 在同時也告訴我 耶穌是怎樣的神 祂有什麼屬性 這裡講到祂是一個什麼神 是有什麼屬性的 是 是的 心裡柔和謙卑 這句說話 不是很多人能夠說出來的 因為就算說 也不是真 有誰真心很溫柔 以及謙卑去服侍耶穌 祂是至高的神 祂來服侍我們 祂是身裡柔和謙卑 即是說 祂叫我們侍奉之前 祂說 我是一個很容易服侍的主人 我很柔和的 我有謙卑幫你 只要你一聽我說 祂說 侍奉我 和學我的生命 就會整天滿了安息 大家聽到 祂用祂的屬性 來吸引我們去侍奉 用祂的屬性 如果我們好像耶穌那樣 這個經文看到耶穌是甚麼屬性 祂是一個輕省的神 其實神有無限量的工作要做 祂要維持這個宇宙 祂要祝福每一個人 每一個交徒 祂如何幫助 在天堂的 都一直領受祂的喜樂和平安 祂一直在祝福他們 在地上的很多不同的煩惱 神都幫祂 並且為祂開路 神為每一個人都開路 神為每一個人都有計劃 也在這個世界裏面做很多偉大的事 那麼多事情 如果普通人一定會累得不得了 但耶穌是完全平安、輕省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有一個很輕省的神 也在後面說出祂的平安、輕省 如何形容呢 祂說你付我欺 我欺是容易 我單是輕省的 真的沒有人能夠說這句話 譬如老闆說 你跟我做工 我的工作是很容易的 老闆就是不用整天做事 老闆如果要你做事 就一定有相當的壓力 但為什麼耶穌的工作是沒有壓力呢 因為耶穌和我們一起 祂是加力的 因為祂承擔一切的淡子 祂會幫我們 祂會提升我們 所以祂的騙是容易的 這個經文讓我們認識我們的神 是一個很輕省的神 什麼都搞定的神 還有很溫柔地幫我們 是很謙卑地幫我們 逐個逐個去幫 所以我們事奉的時候是可以很輕鬆 那我想問大家 當你做事奉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很輕鬆呢 哎呀 那些人又不聽話 唉 那些人又不回來了 哎呀 他們又不看聖經 又不期望怎麼辦呢 哎呀 他們幫盤也幫不了 有沒有淡子 那會有的 真的會有的 那為什麼耶穌說我騙是容易 我淡子是輕省呢 为什么他可以说是容易呢 怎样容易呢 重点是有一件事 在这里讲到 我们侍奉者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用神年结和 丹子在耶稣身上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 承担任何一样丹子 譬如说你想帮一个人 你帮的他都帮不了 如果我丹着他丹子 上个礼拜都好些了 今天又差了 一天好些,一天又远了 一天又犯罪了 又烦恼了 如果我们担着他 譬如假设你要做给人看 我真的帮到人 你跟这个人说 你有问题 我想你有一个好的榜样 因为有人看着你 你要做好些 谁知道一会他就掉了 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压力 如果我们要那个侍奉有果效 我们就会有压力 但如果我们说 这个压是耶稣的压 这个侍奉是耶稣的侍奉 那我们就能够轻散 我想告诉大家 我都不是完全轻散的 我是尝试轻散的 我明白耶稣是很轻散的 我明白可以在耶稣里面很轻散的 我会尽量放手 但我都发觉 是很难完全没有丹子的 比如说你家人听话不信耶稣 你想他信耶稣 如果我们担着丹子会有什么后果呢 那在侍奉的时候就会 在侍奉的时候就会 心里面就会重了 就会有时会愁眉苦念了 就会总是有压力 在人面前可能会笑开心 背后呢 在那担心 这样的时候也会有压力 有压力呢 其实凡是压力积序都是很惨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任何的压力积序 你为一个人有一种压力的时候 会丹子丹子丹子是辛苦的 所以我们侍奉人员 第一件事 就是与神的关系是轻散的 神是爱我的 神是照顾一切的 那我就学耶稣的样式 那我就不是有压力了 就是我真的将一切总胆交给神 但我又真的努力去做 努力而没有压力 这又是难的 快手而不急 是很难的 因为你快手而不急 我有很多就算很多东西要做 帮很多人 不要紧要 我帮每一个神都喜欢的 我帮这个神又喜欢 我讲信息神又喜欢 我预备信息神又喜欢 我做什么神都喜欢 我祈祷神又喜欢 这样是不是会轻松呢 不过我们是不是经常这么想呢 未必是这样 经常都说 哎呀 祈祷又没够了 哎呀 祈祷又不到level了 不到层次了 事奉的果效又不好了 这样就会有淡子了 所以希望这个经文给大家看 原来这么好的 原来看圣经 你留心看是很美善的 事奉人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熟悉圣经 并且是将它应用 将它拆解 明白圣经里面的 那种美善和甜蜜 不学耶稣的样式 有压力了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又没有压力了 下跌的红色字那里 红色底里 内心不平安 用压力事奉 有很多人都在这种情况 而人人的事奉都要试验 那你就死了 有压力了 但是 很特别的就是这样 就算我们做得不够完美 我们求耶稣 耶稣就会赦免我们 耶稣就起缘 一个罪人悔改 不只是说到街上的罪人 就算事奉人员 有做得不好 我们悔改 耶稣就会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就会没有压力 就算做得不好 不要紧 但是世人不是这种想法 为什么呢 我们从小到大 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说的 你又不乖了 你考试成这样不好 你做得不好 你的果效不好 是不是有压力 接着我们就学了他的样式 哎呀 这次又不好了 我都试过很多次说到 说完 哎呀 说漏些东西 说得没那么好 这种意念都有 但是我现在 我尽量的重点 不是放在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如果我要找我做得不好 总有的 我内中都会想到 我一想到之后 耶稣就赦免我 总有的 不过如果我经常想那些东西 我就会很惨 但是我就怎样呢 我又为耶稣做 那天主 你都要多谢耶稣 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我叫做互动式的 祷告和互动式的行动 就是我一祷告 神就欢喜 有些人说不是 人家的祷告神欢喜 我的祷告神不欢喜 只要我们真心神就欢喜 是不是 是不是要如美神才欢喜 不是 你真心的神 我需要你 神开心到 哇 我世上就想找这些人 为什么呢 谁倚靠他 神就可以用他 谁只觉得自己厉害 神就用不了他 所以其实 做神的事是很简单的 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需要神 我不断倚靠神 我又喜欢神 我又想祝福人 处理内心一切的垃圾 这样的时候 神就欢喜了 是不是很难了 不是很难而已 这样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 这样就是一个轻松的锁示 每天都 所做的一切都是开心 好了 这里讲到要被试验 真的要被试验 所以在事奉的时候 如果人有试心 贪钱 我见过 我真的见过 事奉的人会贪钱 我自己想起 试过 有一条数 好像不是那么好 我就会奉献给教会 补回那条数 就是不要差钱 因为为什么 神就说 你欠一文词 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所以我知道 譬如我给税 我宁愿给多 我就不会给少 因为给少一神 神一计算就不行了 因为神要试验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或者在神二节 做得不好 求神赦免 以后我可以做的 就做 神就欢迎祂 祂就给足教你 你可以给税 你可以做到应该做的事 我们一起读 《光临多前主》三周十三节 有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乃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炎 这火要试验过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乃根基上所见到的工程药存在住 他就要得上次 人的工程药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跟火灵经过都一样 这个讲到就是 有火试验我们的工程 看看这个工程是怎样的 有些人说 我的工程不够大 不够多人信耶稣 但我们从耶稣一句说话 马帝十章四十二节那里说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 放一杯凉水 吸着一小子里的一个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能上次 一杯凉水是否大规模的工作 不是 一杯凉水 神都说一定得上次 那时候那杯凉水 到底是不是存留 是不是存留 这个工作是存留的 原来耶稣的重点不是你做得多大 当然我们帮到一个人 我们现在做两个 三个 四个 你做得多大 但我们的目标第一不是大 第一是什么 那些人的质素 是真心做 束缚人 爱神 而不是要跨越自己的 这个就是考验到我 这些就是金银宝石 不是够大 而是够真心 够真诚 够谦卑 这样的时候 神就得越 好了 这个讲到 有些人的工程被烧 就要受亏损 自己可以得救 虽然得救 但是从火里经过一样 讲到那些人 他依然真的跟神有关系 那些人就得救 因为圣经是有讲到 不是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不尝在他里面 这些人就好像 枝子叼在外面 枯干人 拾起来 轰在火里 烧了 有些人是真的 他跟耶稣没有关系 可以是不得救 还有凡清风 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为了遵守我天父 自己的人 才能进去 因为没有遵守 是可以不进入天国 但这些人仍然可以进入 因为他跟神有关系 不过他侍奉烧了 这种情况 都算好 因为他上了天堂 我试过 因为我去宣教的时候 我有时候 我会筹钱 帮助他们 有需要的人 我试过有牧师 他是不能够 就是我现在压外小心 我之前 有些地方 我一直追他 但他始终没有回复我 我知道很重要 我一定要分辨那个牧师 是什么牧师 真的有人拿了钱 他永远没有交账 告诉我 那些钱怎么用 我是要他怎么说 这个福兴宣教士 我们去的时候 我感谢神 给我们有奉献 可以去帮助不同的地方 帮个人 帮个两个地方 建圣经学院 帮助他 建儿童主一学的地方 修建教堂 帮他们买音响 不同的地方 帮助那些宣教 他们怎么去宣教 我们都做很多 但我就发布 有人 他们是没有办法 告诉我 他到底钱怎么用 我就跟他说 我说 当你这样的时候 第一 你所做的可以是徒然 就是你所有的事奉 可以徒然 第二 你可以失去救恩 那两个人是没有复回我 但我真的在心里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很严重的 不能拿教会的钱 不能偷教会的钱 不能偷奉献的钱 是很严重的 这件事是不能轻看的 但有些人真的会觉得 不要紧要 他说我好穷 那我拿钱 你真的需要在事奉 你告诉我 我宁愿我帮你 就不要你自己私下拿走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都会知道 原来我们要被试验 那被试验 就是你 不是你做得够不够大 而是你的心是否正的 还有是不是有 亏欠神的地方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好了 然后经文里面 也有讲到 这里我们没有写出来 就是讲到 有金银宝石和草木和佳 就是说 有些人的事奉是草木和佳 草一有火就怎样 烧了 金银宝石又怎样 可以全流 越烧越量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心去做 其实事奉 你不用等到我一个位置 教会一个事奉的位置 而是你任何时间 但是你和一个人相处 你就祝福他 帮他 无论这个信和不信 你都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去祝福他的神 这个你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就算你照顾小朋友 你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又可以知道耶稣多好 你带领他认识耶稣 带领他一起祈祷 神都喜悦的 在做工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 真的热心去做 并且就算要做多了 所以我们又不介意 又不会怒躁 我们也会在适当的仇良人 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有美好的见证 这个就是金能保释 即是说事奉 不一定只在教堂 可以在教堂 不过也都可以在周围 我们可以做的地方 希望我们都知道要试验 我想问大家 你以往的烧一烧的时候 会有什么效果 你自己想一下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很多烦恼 一路是奉 很烦 很烦 很急 很不开心 这样的时候 就会受亏损 但如果你说 我一切交给神 这是神的工作 我轻轻松松去做 喜乐地去做 因为这个圣经也说到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而且是事奉的时候 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喜乐的心 好了 我想说的是 事奉者的生命和心态 比事奉的行动更加重要 当然我有行动 不过生命和你的心态 是更加重要的 有什么生命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爱主 爱人 圣洁 谦卑 怜悯 有和 看上来难不难 爱耶稣就是耶稣这么好 我爱祂 我喜欢祂 我感谢祂 我欢迎祂 因为我喜欢和祂一起 难不难 其实是不难的 不过有时 人家加添一些东西 我祈祷不够多 祈祷当然够多是好 不过 当我们不够多的时候 不要说 我祈祷不够多 神都是不喜欢我 我都是一个不好祈祷徒 那你就会变成 内疚 自责 就会很无力 反而你说我真的祈祷很少 那你就多些祈祷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常常感谢神 爱神 也有专注的时间 感谢神 其实不是很难的 不是难得很重要的 只要你看重 你少看电视 你多些时间祈祷 已经很好 我心里总是说 我祈祷神就喜欢 我们祈祷神是否喜欢 神是很喜欢的 只要我们真心祈祷 就算你说 我好借 我好怨弱 神啊 我好怨弱 你帮我 那神也会欢喜 只要你真心 神就会欢喜 有一个爱他心 神真是好 其实祈祷 我有一个意念给大家 很简单 你常常喜欢神 都是祈祷的 常常走路 神真是好 我感谢神 神做太阳与水真是好 神做食物真是好 神做我生命真是好 这个已经是祈祷 因为你是感恩 感恩 感恩已经是神 是一个祭物 所以爱神 你常常感恩 是不难的 爱人难不难呢 其实是难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有些人会伤害我们 说不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爱他 他虽然对我们不好 但我们爱他 神就会怎么样 神就好起烈 其实有人不好 我们分别 是他的问题 他因为受人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是他的问题 但我依然对他 微笑和祝福他 又不介意 其实我想问你一句说话 他骂你蠢 没用 那句说话 会不会刺到你的 会不会刺到你的 刺不到 你不让他刺 就刺不到 他说一句说话 会不会刺一声 有支箭射过你 有没有 没有 你不当一回事就可以了 其实方法很简单 不当一回事 大家听我说 不要当负面的说话一回事 不要把负面的说话 当一回事 其实他紧不紧要 他说你蠢 是不是立刻 很蠢 我现在很蠢 会不会 不会 其实 那句说话是没有权兵的 所以我们分辨到这个人 是有问题 就是我们不用那么紧张 反而我又轻轻松松对他 又爱心 一样笑容 一样帮他 反而他会奇怪 为何这个人 经常都对我这么好 有一天 可能我们带到他信耶稣 改变他生命 对不对 所以爱人 本来是难一点的 因为神那么可爱 当然容易爱 对不对 但人很多时候不可爱 都依然爱 神就特别宽利 你只爱那些好的人 当然容易 但那些不好的都爱 有些人说 哎呀很难 怎样成结 总是有罪 其实 处理罪的方法就是 我知道罪是神不喜欢 不要再犯罪 在约翰方五章十四节 恐怕你遭遇得更厉害 和那个三十八年病患 医好之后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厉害 就是原来犯罪是会令我们 遭遇得更不好 和犯罪是被魔鬼留地步 被他偷窃 杀害、毁坏 所以我就 一有罪的意念 鑰匙就是 立刻处理 我一生气的人 立刻说 这件事是破坏我的 生气就是像炸弹 生气就像毒药 我立刻就说 不要紧 这个人受到伤害 我祝福他 我就得胜了 其实难不难得胜呢 我祝福他就得胜我 我不要当他一回事 这样就得胜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说 总之犯不好的意念 立刻处理 那如果中间有些人 是沉迷看电影 甚至看色情的影片 那我们就说 每一次看 是神不起悦的 一想看 立刻神啊 赦免我 立刻憎恨 立刻断绝 你发觉断绝了 你是轻松的 当你真的断绝的罪 是轻松的 如果你生气某个人 你就神啊 帮我怜悯他 真的连率这个人 你放手 祝福他 你的心就会松回 这种的松是很宝贵的 是不值得因为任何一个人失去 不值得因为任何一个罪失去 你能够经常都轻松 我做的神起业的 哈利路亚 是很好的 现在神一定会赏赐你 祝福你 我自己经历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神给我赏赐 实在真的很大 很多很多倍 在什么方面 全部都有了 你都可以 你和旁边说 你都可以有很大的赏赐 今生已有的 不是神到来生 今生已有很多赏赐 难不难 难不难 不难的 其实追求圣经是不难 只要我们知道罪是很破坏性 谦卑难难 其实我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真的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出生是很穷的 但是神给我很多很多 神这些是你给我的 虽然我现在是爱主 我是主理生命 但是这些是神教我的 我都曾经试过不爱主 和没有主理生命 我都试过这个时候 但是神教我 我一路主理生命 一路将我改变 在我软弱的时候 将我更生改变 那我说 神啊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 我一起说 我什么都没有 是你给我的 什么都是你给我的 我没有什么夸耀的 没有什么夸耀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即我们什么有 都是神给的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真好 我什么都是你那里来的 我们就说 怜悯了 有些人又觉得很难怜悯 那些人这么差 怜悯了 帮极也帮不起 但是他不起 是他的问题 我每一次帮他 神都纪念 这样很划算 有些人 他总是帮不了 但是你每一次帮他 神都纪念 这样是不是很划算 每一次帮他 因为给了一杯凉水 都会纪念 那你何况你提升他 他更加神会纪念 所以我们的怜悯人 是神纪念的 我们都知道 那些人是很惨 因为很多人受了伤害 被人刺穿了 很痛苦 很多烦恼 不懂得处理生命 当我们的怜悯他 其实他可能一世人 都没见过人 那么关心他 你关心他 神就说 你做在我身上 你知道吗 神真的这样说 在万态福音25章 是不是这样说 你做在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就是说 我们做在任何人身上 是非常好的 还有柔和 天卑柔和 有些人说 不行的 我都是习惯了 牢牢吵吵 直到一样 很容易 很容易就发脾气 这个都是 就是 当他亲近神 想发怒 想骂人 立刻想一想 那句话有什么效 就是会有什么后果 一说他想 譬如他做了什么不好 立刻想发脾气 立刻说 我发脾气没什么用的 那你慢慢 你的人就会犹豪 其实不重要 是神照顾一切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那人就松了 这些就是生命 心态是什么呢 做什么都是荣耀神 让人知道神多好 我都试过 为人祈祷 哇 很大经历 心立刻有点飘飘然 哎呀 很厉害 立刻神提醒我 是谁厉害 是你厉害 我厉害 立刻就说 神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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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很容易有些 这些夸遥的心 神 一路一路 一路和自己说 就是和自己洗脑 这个洗脑不是强颜色的 而是 不是我的工作 是神工作 多谢天父 是神的工作 多谢主耶稣 做荣耀归给主 就是心里面荣耀神 不只是口说 是真是心一路 是荣耀神 还有心就是祝福人 犧牲的心态 神特别喜悦 因为耶稣和门徒说到 祂说你为我放下这一切 无论人或者什么事 你就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所以神会给你百倍 其实周时不止百倍 神真的很好 还有仆人心态 不要紧要 我服侍祂是好的 是神喜悦的 不求自己的益处 神会给你这些益处 现在我这样就是神 神给我很多益处 我以致我侍奉是义务的 我都很开心 我不会说 哎呀 喂 有些少钱也好 我不会这样想 我义务更好 我白白做的 更加是神喜悦的 当然 我不是拒绝 因为我牧师 受薪金是应当的 但是我真的义务去帮助 我感谢神给我就足够 我有个心不求自己益处 也想祝福宗教会 有时候有别的教会的人找我 不同的人找我 我都照有帮 我没有计较 一定要来这个教会 总之你在哪里 祝福你的教会 我就很欢喜了 如果没有这些的时候 就是 草莫糟 有这些就是金能保识 其实是否拦得很重要 只要你有其中的质素 慢慢就各样的质素都有 只要你有一种爱神 爱人的心 慢慢你就会有谦卑 又关心人 又会帮人 又会有种祝福人的心态 但这些都是神所起业的 我希望大家 心里面 就说 我做什么都荣耀神 都是神起业的 行不行 回家的时候 和家人相处 就算他多不好 多猛症怒嘲 我们都柔和谦卑地祝福他 那神就欢喜了 可以这样鼓励自己 这一阵我对他好 神就开心了 我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 就算服侍他 为他按摩 倒汤他喝 倒茶他喝 有什么地方帮他 譬如我和太太一起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回家 谁先 就立刻为对方 拿着拖鞋 我们拆牙的时候 谁先 就为对方 拿着牙膏 整理好 总之 有机会 就服侍 我对什么人 都会是这样的 我可以有服侍的机会的时候 我都很乐意 差不多过礼拜 都有人找我 去帮他 我又很乐意去帮 我不是我帮 我会分派一些人 有心事奉 我就说你都可以去帮 这样的时候 越帮 神就越起了 而是对比 有些人 他一路侍奉 一路贪钱 一路抢羊 一路伤害人 的时候 他一路起 就一路拆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人见人 建一屋 建一屋墙 然后拆回它 或建一屋又拆回 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没有人会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事奉 是真的会这样的 我不是批判那些人 我是说 我可以教导 和带领 我就鼓励 你不要做那些人 有些人真的 他做的时候 事奉 我听过很多 事奉 那些不信眼 他就会骂他 他就会不给他机会 他会看少他 他会伤害他 我希望大家在事奉的时候 其实 就算有些人脱漏 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提醒他 但是用温和的方法 不用骂到他一种东西 是温和地引导他 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 我欣赏你先欣赏你做的东西 那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呢 或者你刚刚做的东西 你觉得会带给人什么后果 你说的说话 你会带给人什么后果 用引导的方法 就更加容易帮到他 就不要去拆毁自己所做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会 去看的 就是说到 事奉者的生命和心态 第一就是跟神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跟神关系是怎么样 是最重要的 我们想想 我们自己对神 有没有一些负面 但有些人 我听过很多 神都不帮我 神不爱我 神不给我的好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这样的说话 或者有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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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觉得 神是一个 好像 后母 有些人觉得 神不好的东西 就给我的 他为何 会这样想 因为他经常数 他没有的东西 他就觉得 神就不给我 给了别人 这样的时候 真的会有很多 你和别人比较 一定有些东西 你没有 人家有 这样的时候 就会负面 但如果我们数一下 我们有的东西 多不多 神给我们有的东西 第一方面 我们周围的东西 和我们经历到圣灵的感动 神怎么带我们去信耶稣 我们祈祂如何得到帮助 得到力量 得到平安喜乐 这些都是礼物 我们有的时候 神啊你真好了 其实我一样有困难 我听过不少人说 神不爱我 为何我有困难 很多人这样说 但我一样有困难 不会这样讲 我只是接受 世界就是有困难 因为阿当犯罪后 神就跟他讲 你感动就会地 而会掌出惊激质 这个世界会有困难 不过有困难 不过就代表我不爱你 我会帮你 你只要找我親近我,我會加力量給你,我會給你喜樂平安 所以永遠都不會說,神啊,你真的不好,你不公平啊 或者對神說,我不要啊,我不要啊,你要我做什麼,我不要啊 這些都是對神的一種負面 我希望大家一想到神是喜歡的,大家是不是喜歡神啊 好像答堂一樣,會不會啊? 想到神就答堂,我真的答堂啊,我是最喜歡神 為什麼我會有時說太太呢,因為我都給大家見證 我們基徒如果是愛主,家庭建立好,然後我們的師父才好 我們跟人相處都有好的關係,我太太真的好好的,感謝神 我也是對他好的,不過我比較喜歡我太太,是億萬倍 為什麼呢?因為神真的樣樣都好到不得了 真的沒有一樣東西不夠好的,那種好的程度是極度極度高的 當我吃東西,神啊,你真的好啊,真的厲害啊 芒果又那麼彈口,又那麼香,菠蘿又那麼香,那些荔枝又那麼好 那些蝦有蝦的味,蟹有蟹的味 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味,每一樣東西對身體都健康的 其實所有自然的食物都是健康的,是人工的就會產生問題 還有聖靈會感動我們,有煩惱也好,有平安喜樂 我就看著那些人改變,我看到中間有那麼多人愛主 我心想,神啊,你真的好,你改變這些人愛主 感激耶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就是經常都這樣喜歡神 那時候呢,我感激神是很容易,也都從神得力是非常之容易 因為我知道,我一感激神,神又歡喜,神又加力量給我 那神又真的會感受到,一會兒我們祈禱 如果中間有些人未曾感受到,一一祈禱 不會感受到平安喜樂、力量啊,我會幫你怎樣 你怎樣心靈、誠神禽投入呢,你就隨時經歷到神的同在 是真的很好,我都想過有一天,如果我受迫白,或者有疾病 那怎樣有力呢,永遠都在痛,被人打 一邊身體有健康的問題,一邊有重擔,總之身體不舒服 大家祈禱又舒服一點,感激神 如果數算,為什麼我要被人打,就會痛 但是如果痛的時候都可以鬆一點,一祈禱就可以鬆一點 那心就會喜歡神,即是我想過,就算有一天我真的有大病 求神不要給,不過如果真的有,不是神給病 即是人腦會有病,有一天會有病的時候 也不要埋怨神,意思是說,神都在這個時候給我力量 我都會這樣想的,病的時候真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祈禱 我會這樣看,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神 我看到見證,幾多人去天堂,幾開心 我就說,神啊,我也想成這樣 我想到神就喜歡,因為神真的很好 很多人說是相反,紅色的就是相反 因為有些人,為什麼他會說不神公平 因為他不信神的恩怨和智慧 以及不服神的安排 不信服神 即是不服神的安排 為什麼人家結婚,我無法結婚呢? 其實無法結婚是有他的自由的 你看那些結婚的人,你訪問一下他 有多少個很開心的呢? 你會發覺,不是很多很開心 當然應該有這麼多開心的 有些基督徒應該有這麼多開心 有些基督徒說,哎呀,相處這麼多年 他又這麼多次說我 一跟他說話,他就演過我 很難開心的 但如果我們跟他表達 我想跟你的關係更加好 我們想建立更加好的關係好不好 你有改善我,我很歡喜 你有做什麼,我很歡喜 我都嘗試真的欣賞你 當我們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開始的關係會改善的 尤其我們中間的基督徒 就算對方不是信耶穌 你說我現在真的很想建立關係更加好 那可能對方有些反應 你哪裏做到呢? 你幾十年都做不到呢? 什麼時候會做到呢? 那你說,我做錯了,請你原諒 我嘗試 我嘗試,我和我欣賞你 首先欣賞你 你真的做過這麼多好東西 欣賞的時候,那就開始好了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發覺生命 就不會說,神呀,為什麼你給我這樣的安排 我們就會看回,其實一切都有神的美好的計劃裏面 我們一起讀詩篇1803篇第8節 夜晚有恩典,有恩典 不輕而發怒,齊有風誠的詞外 他是有憐,他是憐人的 他有恩典,有很多禮物給人 他不容易發怒的 我們一悔改,他就不發怒 有風誠的詞外,他的詞外是很風誠的 天怎麼高的地之外,他的道路是如何高於我們的道路 神的愛,他的慈愛,敬畏他的人 都何等大 神的愛是很大 希望大家真的珍惜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祈禱或者敬拜 或者經歷聖靈的時候 那種愛進入有沒有 有幾個試過有 愛或者喜樂 平安、興省,有幾個經歷過 神那麼好,其實這件事神那麼好 我們就珍惜,原來神就是那麼好的 那麼喜樂的,那麼有力量的,那麼愛的 於是我們就欣賞他了 所以第一,就是從神的屬性去喜歡神 好,也有些人就是疏遠 那麼他怎麼只是做事務 缺少聖靈的果子 事奉真的很旺 但其中有一個方法是很好的 一路事奉,一路感謝神 譬如我一路預備信息 我一路開播放詩歌 一路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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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預備的時候就預備得很好 神會給我不同的意念 即是,什麼時候都會想到 是跟神有關 譬如為人祈禱,就會說 這麼多人要祈禱,什麼時候就能夠完 而是說,我為每一個祈禱 神都喜歡的 他經歷聖靈,我也經歷 那就是神在享受 其實我為人祈禱,我的心態就是我享受 這樣的心態就輕鬆了 這樣的時候就不會是 因為事務而疏遠神 但有很多人是因為事務而疏遠神的 還有缺少聖靈的果子 缺少平安、喜樂、愛等 紅色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他不體重生命 不體重神的生命 不體重智慧能力 都是來自神的 人的自然反應是有罪性 其實人的自然反應也有罪性 譬如說,有人罵你 你第一個反應是祝福你 第一個反應是 我搞錯,罵我 明明努力,你也罵我 我們人的自然反應 因為我們是有罪性 自然反應的 所以這個是要program自己 以至自己經常看到神的恩怜 盡快立刻處理 盡快看到他 他會發怒 什麼原因我會激怒他 我會做什麼 令他不開心呢 有漢十五章 五字一起同行 我是葡萄樹 你不是知子 尚在我裏面的 我有尚在他裏面 者人就多別果子 第六節 人若不尚在我裏面 就像知子 雕在我面枯乾 人十一來兵在火裡燒烈 這句相沒有人說得 沒有人說 你經常在我裏面 你經常在我裏面 你就會開開心心 你就會熱果子 人沒有這種能力 是神才有這種能力 尚在他裏面 就會尚跌果子 原來跟神親近是很重要的 我們想忑力 我們不想累 我們不想侍奉得 沒有力 一定是親近神 有些人想到親近神 就一定要是 就是 用多長時間 其實我會覺得 質素比較時間 比較重要 就算你很久 你十五分鐘親近神 你都會得力 而且你一路做其他事 可以一路親近神 可以整天都這樣親近神 這樣便不會有壓力 但很多人便會有壓力 我讀聖經不夠多 我祈禱不夠多 但有一個方法 你盡量可以一整個播聖經 買一個MP3的機 插個SD卡 你可以整天在那裏播 你整天在那裏聽 聖經有路思想的時候 聖經便會進入你裏面 時時都很感謝神 愛神 便已經在其中 也有一個專注的時間 但除了專注的時間 但整天都這樣做的時候 整天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償在我們裏面 這個人便多結果子 是很好的 你便自然便會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享受神 享受侍奉 其實是不難的 普通的老闆便很難 因為普通的老闆 他不能夠注射一些開心 進你裏面 可不可以 他說 你回去工作便會開心 不會的 老闆是加點壓力 但我們的神 我們服侍祂的時候 是開開心心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留在罪中 很多時候為何為了罪中 就是不覺得很多問題是罪 甚麼意思 很多人覺得煩惱是罪 猛狀是罪 激氣是罪 不喜歡人是罪 看小人是罪 排斥人是罪 很多人不覺得這些是罪 所以他們不處理 但如果我們不知道 總之心裏面 不像耶穌那樣就是罪 那我怎能做到耶穌呢 我們每個都有罪 但你盡量 好似耶穌 有這種柔和謙卑 出福人的心 我們做到多少 我們就不用說死了 我何時到神的標準 做不到的 但我們做到多少 神都歡喜 是不是這樣正面很多 經常都說 我做到多少 神就歡喜 我感激神 我一路想著耶穌 就開心點了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多少個人 你有一天 真的很多次都會去親近神 經常都會 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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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個人會這樣做 看一看 我鼓勵你去做多些 下個月回來告訴我 是怎樣的 好嗎 做多些 你試一下做一下 然後你回來告訴我 你在這樣親近神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 那你真的 人會開心 還有會用動力處理罪 更加會把那些不好的事情排除 有很多人不覺得罪 是被魔鬼留地霧的 那二分所消息 27節說什麼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霧 就是原來任何一件事 你生氣你的配偶 你生氣任何一個人 你排斥任何一個人 都是被魔鬼留地霧 在心裡 一路積存的怨氣 一路埋怨 都是被魔鬼留地霧 魔鬼 是 他任何的蠻執 他都能入到的 任何在我們生命中的 不開心、煩惱、重擔、壓力 全部他都能入到 所以我們就說 神幫我 那你又不要想得很難 好像我所說 每天都說 我親近神就歡喜了 我經常贊給神有力量 神在幫我 神欣賞我 那你就沒有破口了 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跟神相連 就沒有破口了 難不難 是不是很難 你覺得很容易 你覺得很容易 對我所說的方法 經常都說神在愛我 我一愛神 神就喜歡了 難不難 如果覺得不難 可以大聲說出來聽聽嗎 難不難 OK 這樣就是神 哈利路日 希望大家說 親吟神是不難的 一起說 親吟神是不難的 尊重神是不難的 師奉神是不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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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路日 感謝天父 好了 跟人的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 第一就是跟神關係可以出問題 第二就是人的關係可以出問題 因為人真的 是很多形式的 尊重神是不難的 還有 也在還有 積 ether 尊重 牛